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整数 它是我们在学计算机时候都会说 有什么有上下线对吧 可能说有什么上下线 这是一个作为32比特的什么什么 integer的一个上下线 不管它 我们不管它什么32比特什么比特 我们就说integer最小是这么多 最大是这么多 对吧 64比特更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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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是有一个问题 我的python3 你会看到 搞得老大 这肯定超出那个上线了 对吧 还是整形 这是专门为了给那个有过计算机 学过计算机原理的 不是说它违背了计算机原理 只是python3是这么处理的 数据类型 它整形可以变得特别大 如果说面试或者什么 问你python3 又考integer 对吧 上下线 对不对 我问了python326 能搞很大 对吧 还没有上下 没有这种限制 所以这一个python3的一个特性 所以它可以做大很大数的一个写的运算 对吧 你不会去考虑它什么 用整形 用长整形或者什么 它数据类型就这么简单 就integer 好的 大家有时候还要注意 有时候写的那个什么时候 要写实 对吧 别写上欧 然后剩下几个东西 就是 有谁认识这几个 这样我运行之后认识什么 就是 进制 对吧 进制 那就不过多去讨论 进制一个问题了 就是两 这是二进制 这是什么 八进制 对吧 这是石榴进制 怎么去表示 中间是二进制是0b 八进制是0o 这个石榴进制是0x 这是 这个东西呢 我们做其他进制的时候 可能会有用处 然后平常的话 有用 但是未必用的常见 就是这个样子 好 我们进入到另外一个数据类型 叫浮点 小数 对吧 浮点 float 浮点比较豪气 叫叫什么 这就是浮点 98.5 98.5 我看看 应该没卡 这就是98.5 就是一个浮点数 对不对 然后还有什么 科学技术法 也是认的 也是认的 但是如果说你要给一个空格 如果说你要给一个空格 它就可能就会有问题了 对吧 要这么 也是认的 所以说 如果要用科学技术法的话 也是可以的 这就是一个浮点一个计算 当然了 我们可以说 会有一些 浮点加小数 浮点加整数 对吧 互相相加的一个事情 我们就想这个数字 怎么去做 运算 对吧 然后我们就会想到 有一些特别的数字 对吧 然后 看到python里头提供一个包 叫数学 这种 大家之后会经常有这种叫import 这东西 这意思就是说 别人给我写好了 我拿来要用 但是我得告诉程序 我要用这个 我要用这个 就是import 这到底怎么来的 然后我们之后熟悉的程序 我们会给大家告诉这个package 或者这个所谓我们说的包 是怎么去 去编写的 怎么来的 今天我们就拿来去用 拿来这个数学去用 py和e 大家都会比较熟悉了 对吧 它里头会有这个 这个定义 这个不是定义 这个数 可以拿来就用 你不用自己去写 当然你自己去写也无所谓 然后经常会遇到这两个东西 flow和sale 数学比较好的 或者是大家原来做过这些的 应该问题不大 一个就是说 上峰顶 一个是下 对吧 一个是去 相当于超过五了 往上走 一个超过五了 往下走 一个flow 往下走 就是一个98 把点6给去掉 对吧 然后如果说超过五了 我就叫 我要进 我要进位 对吧 那就变成了99 我要往上走 往上去整数 往上去整 往下去整 往上去的话 就变成了99 所以这个东西就是涉及到 比如说 一个场景 买鞋 对吧 半号 大家都会 美国是有半号的 我不知道咱这边有没有半号 我印象里头是有的 我小时候反正是有的 然后 所以说 上峰顶 我们半号鞋 到底我这样的鞋款 我是半号是往下取号 还是往上取号 对吧 46号半 我是穿47的 还是穿46的 对不对 这就是一个往上去整 往下去整 就这么一个概念 然后另外一个计算的 经常用的计算方式是什么 计算方式是 密 对吧 或者我们说 四方 对吧 其他 如果说 有些程序的话 可能是这个样子 但是我们Python里头 是这个样子 两个称号 强力乘 乘法 对吧 次方 放在上头 就是这个样 对吧 二的三次方 就是八 对吧 开封 这个大家应该都比较熟了 当然 这里头也有 你就看到 这两个也有区别 你会看到 Python里头 好处是有很多特别好的地方 但是你会看到 有些数据类型 是需要你 注意的 你写代码的时候 也会有 二的三次方 是八 这个意思 也是二的三次方 Math 第二 Power 也是二的三次方 但是有一个问题 对不起 我什么时候用这个 什么时候用这个 对吧 我比比较纠结的 像我就属于 有时候会比较纠结 选择困难 注意了 他们返回的数据类型 不一样 就当你在 某 需要哪种数据类型的时候 就用哪个 对吧 所以你会看到 就是每一个 都是一个特定的指令 它应该有一个标准的答案 应该有一个相对标准的答案 写程序的时候 所以说越写越死 有的时候可以站起来 溜达溜达 好 有一个 另外一个数据类型 我们讲完这几个数据类型 我们讲完这几个数据类型 我们会用这个东西 做一个小程序 做一个小东西 大家可能会看到 哪会用到哪 对吧 哪会用到什么 我们都会有一些练习 好吧 好 我们这个数据类型 比如说我们 布尔 我们叫布尔数 对吧 我们 一和二相比 它是真是假 布尔就是是真是假 true offorce 对吧 它告诉我是 true 是真是假 就是这么一个意思 是真是假 大家可以去想 其实我 因为我这边想的比较干 对吧 可能说 数据类型怎么用 或者用到哪 前头 如果你要做数学计算的话 你就可以说用到了 对吧 然后如果说要做什么 其他的东西 大家慢慢去想 某所有的东西 程序的所有的语言 它存在 肯定是它有解决一些目的的 这个最基本的计算 最基本计算 就会分解成这些种 true force 真或假 为什么要用 因为 就跟你去做选择相似的 哎 某个某个东西成立 我就怎么怎么着 否则 我怎么怎么着 对吧 啊 我们写 我们思维逻辑的时候 经常有这个事情 判断一个事情 然后夸 你会看到说 你你比如说 你去选择 呃 什么什么什么 经常会看到有一些 呃 人家发的文章 对吧 你呃 怎么去怎么做 当什么什么时候 哎 怎么怎么着 就会有一个选择 对吧 就是当某个事情成真的时候 true 然后就怎么怎么着 所以true force 对于程序来说 是判断一个 啊 会判断一个什么 会判断一个 它的程序的走向 和你最终的结果的一个 特别关键的一点 比如一小一二啊 这不用说了 对吧 啊 这是布尔亮 咱们就稍微快一点 对吧 一小二肯定是真的 对不对 啊 啊 一小一二肯定是真的 啊 然后呢 二小于一 或者一小于二 这是真的假的 为什么这也是真 啊 比如这个 中间这个 哦 是做了什么运算 就是说了获运算 对吧 我们如果学过 啊 我们如果学过的时候 我们做获运算的时候 对吧 前头有一个成真 那就是真 对吧 啊 就是做一个获运算 所以你会看到 自己去 就是说 如果说去想 就是 我这写的是一个简单的条件 对吧 写一个简单的条件 如果是一个复杂的呢 对吧 他就会 啊 他就会帮助你 做解决很多问题 对吧 然后这个not 就是否 啊 不是假的啊 就是真的 所以true or false 不是假的 就是真的 他没有第三个状态 现在啊 你如果要用第三个状态 怎么办 啊 自己想办法 对吧 刚才讲的事情 其实已经 说了 怎么办 第三个状态了 啊 当然了 你这个也可以复制给一个变量 也可以复制给一个变量 啊 对吧 刚才我们讲的 然后这个变量是什么 是布尔类型 啊 可以这么直接给复制 这个意思就是不等于一 那二当然不等于一 他就真的 所以我们这块啊 布尔就是这个样子 我们到之后会经常遇到一些啊 经常遇到一些布尔的事情 这部份是什么 哦 我们的这样子 咱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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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咱们